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完成对25家金融单位进驻 根据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 截至10月12日 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的15个巡视组 完成对25家金融单位的巡视进驻工作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 会上各中央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 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 巡视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中央巡视组将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倍金融工作领导 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 国防控金融风险等重要部署要求 准确把握巡视金融单位工作的任务和重点 把督促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 深入查找被巡视 党组织旅行党的领导责任存在的政治偏差 影响制约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忠诚干净担当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定深化金融改革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金融需求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走中国特色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请不吝点赞订阅